現在都在搶奪人才的狀況 第二,也都知道 管理公司過去 其實很多時候都發覺請人是很困難的 但是一向我們都是這麼說 說香港現在的問題 是人造 所以明顯政府是應該 第一時間去解決這個人才錯配的問題 人才錯配的問題要解決 除了一方面有可能 包括吸引一些外地的人才來香港 其實很重要是怎樣去協助本地的人才 可以去升級轉型 特別是一些有幾年 或者5至7年 或者以上的工作經驗的人士 而就是去令到他們 可以繼續在這個行業裡面 有一個健康的發展 他們的事業 就會給純粹輸入人才 我覺得是重要的 還有就算要輸入人才都好 我們一定要有同樣的相稱的措施 去協助到本地的員工 然後這個才算是公平 以及可以持續的 所以這次我們看回政府出來的這個科技人才計劃 我會覺得第一就是希望他們如果是當時決定想著做這個計劃的時候 其實最好是同時有一些協助本地員工升級轉型 吸引一些外地公司來到這裡創造一些優質就業的職位 幾個的措施是同時執行 會是比較現在單方面 只是說輸入人才是有效的 因為正正是一方面 我們聽見很多社會人士 甚至建制派的議員 他在這裡說 就是說要我們香港的人才 就是放眼全個大灣區 就好像講到最好就是去大灣區發展 那麼有什麼理由調轉 我們又說輸入一些其他地方的人才來香港呢 那麼這一個很明顯是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 所以政府的優先的做法 一定是要協助創造優質的職位 以及是給一些好的措施 去幫助本地的人才去升級轉型的 但是我都講回這個科技人才入境計劃裡面的一些限制 我今天見到他們推出了這個計劃宣佈了之後 當然這個計劃來講似乎都是一個試點的計劃 人數未必算很多 說三年的期內 可能每一年是說一千人 但是年度的輸入最多是一千人 但是問題就是 雖然政府有一些措施 就是說會配對三個的非本地人士 就需要這些公司聘用一個本地的全職僱員 和兩個的本地實習生 但是我們過去都見到很多本地的小型的公司 其實過去都不是很多是會去外地去申請員工來香港的 其實那個數量是少的 是不多的 反而就是一些大型的公司 就可能會比較有興趣 但是這次又很特別這樣 政府這個計劃 只是在數碼港和科學員那裡去進行 而裡面 數目上面來講 大部分都會是一些創業的公司 那當然都有一些大公司 不論是內地或者是海外的公司 但是佔香港的內地或者海外的科技公司來講 在數碼港和科學員裡面的這些公司 其實佔是很少數的 所以就有少少又是出現一個問題 甚至不要說前線的員工的人員 對這個計劃有一些關注 甚至乎那些老闆都覺得 咦?那我又沒有份的 因為我家公司就不在科學員和數碼港裡面的 所以這個也都令到我們覺得這個計劃 不知道它到時那個成效實際上 將會有多大 還有最後就是 今次他們要求的這些輸入的員工 那個工作經驗是比較低的 如果是碩士或者博士是無需工作經驗 如果是學士 就是需要有這個一年的經驗 那這個都是其實以經驗來講 是比較淺的 那這都是令我們覺得 就未必真是可以解決到 或者面對到我們現在很多公司 最缺乏的人才 並非一定只是說這些沒有經驗的新人 而是一些真是已經有一些工作經驗 五年至七年工作經驗 但是呢 就沒有一些真是深入的一些技術方面的經驗 那這次呢 政府雖然他講 就是說有六個的範圍 生物科技 人工智能 網絡安全 機械人技術 數據分析 金融科技 材料科學等等 但是這些科技 這些科技 但是他是要求一些公司做這些事情 就不是說那個員工 要在這方面有很深的經驗 他都是說他只不過是 譬如說碩士或者博士畢業都不需要經驗 或者呢 如果他是學士畢業都只是一年經驗 所以呢 令人覺得呢 他未必 就是跟我們原先想 你是否輸入一些譬如說 AI 人工智能或者數據科學的專才呢 原來他是輸入一些人才 給這些方面的這幾個範疇裏面的科技公司 而議 所以呢 這一個都是令人關注到 其實是否真是解決到這些公司 現在面對他們最大的問題 都是一些 稍為有一些五年七年十年的工作經驗的人才 這個問題 所以呢 我仍然都是最後都是說回那句 就是政府呢 一定要是同時是推出一些協助本地員工 可以是升級轉型的措施 才是可以有持續的可持續的有效 否則的話呢 現在很恐怕呢 這個計劃呢 真是未必幫到最有需要的公司 尤其是如果他根本都不在科學園和數碼港裡面的 也都可能呢 是令到一些新入職的員工 在本地的人士呢 是得不到一個優先 的對待 而令到呢 他們可能呢 反過來 找工作呢 是更加困難了 本來那間公司可能要請兩至三個人的 現在呢 就用這一個的方法 會不會請了三個外地人 然後請一個的本地人呢 這個是會令人有擔心的 反過來如果他們那個要求是比較高一些 需要一些更加是有經驗的人才進入的話呢 我覺得呢 就可能業界裡面或者 就是 就算 從事這個行業的專業人員呢 都會覺得是比較容易接受 但現在他們對那個經驗的要求呢 的確是比較低的 想問兩方面呢 第一 資格那方面 就是要求有些特別是有營壽性的大陸 嗯 想問一下你對於資歷這方面 你覺得他們這樣去界定 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第二 就是想問問 說請三個外地過來的 就要請三個香港人 你覺得這樣是不是真的可以培訓到 香港那些科技人出來 首先呢 就是 他現在就利用一個方法 就是要求 這些都是 就是要 那些入來的外地的人員 是需要在 各種的不同的排名 譬如QS的大學排名 倫敦時報 世界大學排名等等 就要 在這些科技STEM的項目裏面的 頭一百的排名 那我覺得這一個都無可厚非 是一個方法呢 令到政府呢 是可以說 譬如最少我們都會覺得 你一些 真是水平很低的學府 的人呢 是會 不會包括在內先 最少 那甚至乎我們都看過 這些的排名裏面 甚至乎 內地的大學是佔的數量 是不多的 都是 通常都是 譬如QS 我們看過都應該是 如果沒有數錯 應該只有五間 內地的大學 那最少那個數量上 不會覺得是好像傾向了 某一些的國家 或者甚至乎內地 那 亦都是一個 我覺得都是一個 一個的 一個的水平 一個的 一個的 保證 但是最大的問題 反而就是 如果他們輸入三個外地的人才 就要請回三個本地 雖然有兩個 只不過是 所謂的 實習的 intern 但是呢 實際的問題就是 你說怎樣要教導 就是 將這個技能 將這些的人才 可以培訓到本地人才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三個 在外地請回來的呢 他們的經驗 最低的要求 都是比較低的 他們都是說 只是需要 譬如 博士或者碩士畢業 就不需要工作經驗 學士畢業 就需要一年的工作經驗 那其實都是一些 比較上經驗 淺的人才來的 那你如果你說 真是希望有一個 譬如說 師傅帶徒弟 帶起一些 本地人才的 一些的 效果出到來呢 我會覺得呢 他應該將那個 外地人員的 那個要求呢 提高 譬如我們經常都講 香港來講 我們見到 很多企業 他們都是 面對請人難呢 其實 不是說 請一些 初入職的 未有經驗的 譬如畢業生呢 那方面不是難的 不是最難的 最難呢 其實是請一些 有五至七年 甚至再長一些經驗 在這次講的 這些科技範疇裡面 不論是金融科技 不論是 人工智能 數據分析等等 或者 電腦保安等等 但是現在 你就 只是找一些 未有經驗的人 進來 那他又怎麼可能 就算他的學校 是名校都好 他又怎麼可能 真的有太大的能力 可以帶起一些 本地的 畢業生呢 隨時 香港那個本地 畢業生都是 QS100的 香港那些 港大 中大 科大等等 其實大家都 這麼高 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主要我會 對於他 那個最低的人員 的經驗要求 那裏有些懷疑 我覺得如果他 定得比較高 是會實際比較達到 他希望達到的目的 就是我會擔心 今次這個 這個計劃 在幾方面 都可能有少少的 一些錯配 因為科學員 和數碼港 其實當然 有幾間 都有一些大公司 在裏面 但是始終數目上來講 是中小型的創業公司 是比較多 那麼 中小型的創業公司 我過去看他們 其實真的說 有能力 或者去管理 或者去 去招聘一些 外地 甚至內地的人員 那個的數目 其實是相對比較少的 那會不會出現 就是 只是有少數的 大一些的公司 他又這麼巧 在科學員 或者數碼港裏面 有辦公室 他就可以享受到 這個計劃 然後 將每年一千 那個限額 就佔了一個 比較大的比例 那麼 這個都是一個錯配的 反過來 其實當然 也都有很多 在香港運作了 可能很久的 其他的科技公司 國際的 甚至可能內地的 他未必會在 科學員 和數碼港裏面 有辦公室 但是他們 就可能得不到 這個計劃的 一個涵蓋 所以 我懷疑 這一方面 都會是一個錯配 不過我覺得 最大的一個問題 始終都是 提到 有關經驗的要求 今次 他們整體來講 對外地 輸入的 這些人才的 經驗要求 是比較低的 那麼我覺得 是未 真是百分百 可以 幫到 我們業界裏面 有些真是 請不到一些 有經驗的人才 這個問題 不過當然 到最後 始終都是 你輸入人才 雖然全球爭奪 那麼 我們都要有一些 的措施去面對 但是最緊要 第一樣 一定是顧本培園 處理了 怎樣可以 將本地人才 去協助 他們升級轉型 不要讓他們 就是 在競爭裏面 已經是 譬如技能 老化 或者是 不再 不再 可以 有競爭力 這樣 或者 甚至乎 就是 因為我們本地 不足一些 優質的就業機會 而他們 自願地 流失了 去其他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 現在面對 這些問題 其實是更加嚴重的 所以 如果我們 只是說 輸入人才 其實是不能夠 解決到本地人才 現在面對的困難 就是沒有好工 以及自己得到協助 轉型的機會 或者政府 或者公共資源 是非常之貧乏 好 我想問一下 是否 即是說 胡家師傅 那些比較 有錢的創方人才 其實香港是足夠的 所以 使在 這個地方的難外輸入呢 如果你要支援 那些是請資料 深一點 第二就是 如果真的要請人的話 簡介到一個月之內 才可以來香港 就多難 其實這個競爭 是夠不夠 好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 香港我們 現在來說 真是 譬如初入職的經驗 的人才 是夠不夠呢 如果你表面這樣看 香港大學生 剛剛畢業的那些 是在 所謂科技 電腦 等等的 工程 相關 特別是相關電腦 資訊科技 那方面 其實 他們就業那方面 是 都 都找到 基本上 都 接近 是全部 是找到工的 那 我想 但是 如果在一些的範圍裏 譬如說 真是去到生物科技 等等那些地方 就是 我都會懷疑 其實他們可能 其實 未必是達到去 全部 都已經本地的學生 一定就是 立刻找到工 那你說 現在那個輸入的人才 主要是集中回 在一些的 經驗比較淺的人員 的情況之下 無可否認 這個是會對本地的一些 畢業生來講 是會構成多了一些的 競爭的 這個我都會覺得 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覺得 其實如果平衡 就是 將他的 那個 要求 是稍為提升一些 其實都會是 比較上合適的 第二個問題 是說 一個月 一個月審批 沒錯 過去來講 即使有其他的優才 人才 專才 等等的一些計劃 的確我們看到 的確我們看到 審批的時間 一般來說 是比較長的 也都發覺到 移民局 有時 對於這些科技的審核 那裡 是面對一些困難的 即是他都不太懂 哪些科技 跟哪些科技 怎樣分 或者哪些才是真正 還是高薪科技 但是這次 一方面 如果創科局幫他們 去一起 去處理 表面上 應該會有些幫助 但是 問題又是 其實他這次又 將那個門檻 要求 降低了 其實要審的東西 可能少了很多 因為呢 他們過去都是要一個 比較嚴格的 要求他們 要求這些公司 證明 譬如本地是請不到人的 然後呢 才是 給他們去 請一些 才是 給他們招聘一些 外地的人才 外地或者內地 但是 現在呢 似乎就 他 將這個證明 譬如說 本地請不到人 那個 要求呢 就是 移除了 事實上 你一定要移除 因為他現在請的 是沒有經驗的 沒有經驗的 你很難證實 他是本地請不到人的 所以呢 其實 我也會覺得 為什麼最大的問題 在現在的計劃 看清楚之後呢 都是在那個 人才的要求 比較低那裡 一方面 就是會不會對我們的 新畢業生 構成一些 多了的競爭 或者 令到他們 甚至乎 找不到最好的工作 第二呢 就是 其實是不是真的滿足到業界 現在說 對一些有幾年經驗 以上的 一些 人才 最缺乏 這一部分的需求 其實又不是直接 可以 處理得到 當然還有其他的限制 包括就是說 又要這麼巧 那間公司 一定要在科學園 或者數碼港等等 所以 就令人覺得 計劃 就本身 可能 都會 某程度上 是有一些的需要 但是呢 是因為 這麼多的 錯配之下 再加上 其實政府 現在是沒有 能夠即時 是同期 推出一些 協助本地人才 升級轉型 的一些措施 就是 你不可以只是說 就是剛剛 剛剛講過 將那個持續 進修基金 一世人一萬元 變成一世人二萬元 那個真的不可以算數 那個怎麼可以算 是說 幫人去持續去 升級轉型呢 而且 那個呢 很多科技的科目 都根本讀不到的 都不讓他讀的 都不是在涵蓋範圍裡面的 所以那個其實 真的不是 真的幫到 我們去這些針對性 令到我們找到 就是今次講的 這些特別需要的 科技範疇的人才 不是真的 很針對性 做得到 好 麻煩 請 好 好 首先 我們知道 有一個 的 新的 是 的 科技 和 方法 商量 提供 自己的 來自 的 可以 建立 技術 的 of local IT or technology talents unfortunately in the announcement today we only se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attract people to come into Hong Kong but we didn't see what new measures they are able that they have been able to announce at the same time regarding creating new jobs that are that are that that can help people create build a career path and also the lack of incentive to help local talents with experien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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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talize and to continuously upgrade themselves but looking at some of the particular limitations in this particular scheme I think the biggest limitation is number on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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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 is only restricted to companies that are within cyberport and science park so for many of the company especially larger companies in Hong Kong that has been operating or doing research som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ey many I would say most of them are probably not in science park or cyberport then in cyberport or science park so a lot of these companies will be excluded second the other concern would be tha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in this particular plan for the imported talents they actually are relatively inexperienced because the requirement is just it's only that if you have a doctoral or master degree you don't need any experience working experience but if you are a bachelor graduate then you need to have only one year of experience so it's basically still talking about very fresh and inexperienced young professionals so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in the industry we realize that the biggest lack of talent in Hong Kong that we're facing actually are people with skills and experience for five or ten years so we need to have a plan that actually if the government really want to attract a good talent to come into Hong Kong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that they can bring up the new graduates in Hong Kong to be able to take them up and to a higher level I think they really need to raise the bar of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in this particular scheme than what is already what is what is what is announced today 5-7年5-7年6ий 如果儘管太多 the time now 比如那個情況下 如果這個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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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否有這些人員 他們不論在內地的 甚至是外國的人員 他們是不是真的有興趣來香港做呢 其實這個問題是香港真的是有一個環境 以及有很多龍頭的企業在香港 可以有一些研發的工作在香港做 這個暫時我們是過去來說這幾年 或者過去那十幾二十年 都是我們落後於新加坡甚至台灣 甚至上海的 所以其實如果今天說他們 無論你是未有經驗的新人 或者他有五至七年的新人 他願不願意來香港 我覺得其實分辨不大 他都是覺得 咦?香港的生活水準水平會比較高 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些 即是有一個發展空間 而且是人工又要好的工 他才可以來的 否則的話你不要以為一定 很多外地的人一定蜂擁而來香港 因為我們香港是實際最大的問題 亦都是地方比較少 我們的生活空間 他如果要租房子去住等等 其實那個開支都很大的 所以那個人工其實對他來說 可能在別的國家地方那裏賺的錢 是更加好花的 都不要說那些其他的很多的困難 包括那些國際學校 如果有小孩等等那些問題 所以香港在這一方面的競爭力 其實本身來講是有一些挑戰的 所以一定是政府要在我們本地 吸引多些龍頭企業在這裏 創造好的職位 才可以帶動到多一些人 會覺得我來香港做 其實一樣發展到甚至更加好的 他才會選擇會來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是今次 尤其是將這個計劃 限制了在科學園和數碼港裏面 而很多這些公司 包括有些今天已經在香港的龍頭科技企業 就算他現在請的人數不是很多 但是其實很多都不在數碼港科學園 其實是大部分都不在 難道他現在馬上就走進去那裏 嘗試去租個辦公室 然後就去做為了請人 這個我覺得也都不是很可能 還有其實他們都沒有什麼空間 去再給他們去搬進去 就是為了要參與這個計劃 然後這三年之內去請人 所以我會覺得其實這個計劃 是不是真的打到一個如意算盤 令到一些中小型的公司都受惠得到 因為中小型公司很多時候 他們覺得這些他們未必那麼容易處理到 其實過去那個意欲都是不大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只是推出這個計劃 而且限制那麼多 一方面其實未必幫到公司去請人 但是其實也都可能構成了 對於部分香港的人才是多了那個競爭 而競爭不重要 最重要是政府和我們是要給他們 足夠的轉型升級的空間 給他們 但是這方面的公眾支援是不足夠的 又是相比我們亞洲其他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如果單純是 以這次計劃來說 並不是一個足夠地平衡的做法 那不是說這個計劃一定就是錯 但是問題是他要做多幾樣東西 平衡地去發展呢 我相信我們才足夠去解決到 我們現在香港的人才的問題 OK 麻煩 我相信我們都會做的 太多了 我相信我們沒有前面 我們可以需要全力的